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台湾最悟空千山万山 不得天一位 也就是谋世在人 尘世在天 意思是说 世事变化无常 无论人如何的用心策划谋世 还是要天时地利配合才行 这也说明了 在天上确实有一位掌权者 这句话也如同今天的圣经历代之下 二十五章第八节的后半段说 因为上帝能助人得胜 也能使人请拜 当人的计划走到尽头 有报用到无报时 只有来到那位独一掌权者上帝的面前 呼求仰望他 十六世纪天主教廷 应要建造圣彼得大教堂 而开始贩卖赎罪卷 让天主教腐败到最严重的地步 修道士马丁路德 因反对贩卖赎罪卷 因而提倡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 于主后1517年10月31日 在威登堡大学张贴95条文 开启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 马丁路德因为面对教廷及各方面的压力 让他有一段时间愁容满面 几乎要放弃改革的志向 有一天他的妻子穿了全身黑色的上服 出现在他的面前 马丁路德惊讶的问他太太说 你怎么穿上服 是谁死了 他的妻子回答说 上帝死了 这句话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原来有时我们信心不足时 在无形中 似乎也在宣告上帝已经死了 各位 上帝是宇宙万有的掌权主宰 虽然有时情势并非如我们所愿使 这也让我们体会到人的有限 但当我们坚持用顺服的态度 及坚定的信心 继续凭着信心来仰望上帝 他必定带领看顾我们 信心仰望可用两个英文字表明 Let go 和 Let go Let go 表示某个程度的放手与舍下 Let go 则是全人的交托给上帝 不再自己背负重担与挂虑 必在之下 二十五章第八节后半段说 因为上帝能助人得胜 也能使人请拜 唯有承认一切主权在上帝 如此才能享受从上帝而来的平安与宁静 亲爱的朋友 在生命的过程中 别忘了掌管宇宙万有的上帝的权柄 愿我们能有谦卑顺服的心 也有从上帝来的智慧判断情势 使我们面对困境中 依然有从上帝来的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